你相信命运吗? 有人说命好不怕运来磨 有人说命运是操纵在自己的手里 你是哪一种? 你是相信命运还是要跟命运搏一搏的人? 不过我们不能否认 不管你的命多好 总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 而运气也是高低起伏 中国人其实是很相信命运这种东西 不管是风水还是八字 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 还是有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相信算命并不表示任命 有的时候想要跟命运搏一搏的人 想要先知道一些早做准备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胜算 有一种说法是说 你的命运早在你生下之前就已经确定了 但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你的生命大概的脉络是已经确定了 但是你还是有权利在某些范围之内改变 而且一个人有七次离开这个世界的机会 至于你是该走还是不该走 就是要看你自己的选择或者是你的运气 我还记得我有曾经出过几次车祸 不见得是我的错 但是车子撞上来 你要躲也躲不掉 可是在有一次很厉害的车祸之后 我居然毫发无伤 到底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真的我有我的守护天使在帮我呢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不过我记得那一天 在出门之前 我开始一直不停地打喷嚏 一直连打了三十分钟都不停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事后想一想 那真的是想警告我 叫我不要出去 所以有人说 天有不测风云 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意外可能就会发生 但这真的是意外吗 也许是你意料中外 但是是不是在你命中早就已经注定了呢 我是一个军人子弟 所以看到这一次黑鹰直升机失事的时候 我心里头可能比一般人还要多一些感触 因为爸爸是军人 所以是都有要为国牺牲的准备 但是读的新闻 我又有一点怀疑 为什么是同一架直升机 有些人当场迅直 有些人却还能够打电话手机求救 这到底是命还是运 所以我就把他们的名字拿来看一下 出示的是黑鹰直升机 鹰就是鸟 我发现迅之的八位人里头 有三位的名字里有鸟字 而这三位的名字里也都有水字边 水是表示黑 所以这三个人的名字里都藏着黑鸟 为了表示对这些殉职长官的敬意 我他们的名字我就不列出来了 当然我并不表示这是他们命中注定 有这一结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却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无法想象的一个巧合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你在前几个视频才说了退位图第47项里头提到一言为凭 是一个名字里头带了一的人会有发生一件事件影响到总统大选 当然这句话讲了不就表示说一切事情都已早是天生注定的吗 当然另外有人可能会说这件事情单纯的是一个不幸的意外 怎么可能会影响大选 但是就在这几天好多个视频评论留言都出来了 说是中共下的手 我们没有内幕消息 所以不知道到底这件意外是如何发生的 但是我们用逻辑来推顿这么早就可以下定论的多半可能是有特殊的目的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大选呢 很可能会 到底是会帮谁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其实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惑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人世间走一招 我们是不是有特定的目的 有目标呢 我事实上还跑去问了一个灵媒 然后她告诉我说 你来到这个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学习 当然我想这句话对谁说都讲得过去 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人生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方向 正确的方法 不要再蒙蒙总总的诱过了这一生 我是王世云 也是神秘解码客 谢谢你的收看 你来到这个人生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方向 你来到这个人生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方向